奇异的武器会出树下 对面的公羊身体瞬间出现几个大洞 欢迎来到美国最大型的真人比赛 端刀大赛第五季第十九集 大家好,我是安哥 参赛选手要根据裁判给出题目 打造出香的武器 然后完成各式各样的考核 冠军可以获得一万美金的奖励 品位组三位元老 大帅、老白、乐哥就位 欢迎本集的选手登场 特纳、艾许、乔夫、李 他们将在端工坊参与三回合 现实武器制造比赛 每轮淘汰一人 谁下到最后谁就是冠军 裁判往桌子上倾倒了一大堆剪刀 第一回合比赛 要求至少从两把剪刀中 融合出高碳钢 用以制作出带有个人风格的招牌刀刃 长度鉴于12到15英寸 不含刀根 必须有至少6英寸锯齿和穿芯刀根 十分钟设计三小时锻造 几时开始 乔夫要做竞技剁刀 能承受强力砍剁 也能胜任切削物品 爱许要做自己拿手好刀 库尔克直刀 18岁的小将心心十足 特纳设计了一把萨克逊瓦刀 作为维京人铁粉 只有这把刀能配得上他的发型 李决定做一把海盗迷你刀 用来应付评维组的残酷测试 设计完毕立即开始制作 制作剪刀的钢材品质很好 很坚固 但要巧妙处理 并融结在一起并不容易 第一个决定性要点就是时间管理 把它们放到罐子里熔炼 是在短时间内做出钢坯最快的方式 金属罐断钢法是很难搞定的方法 但风险与机遇并存 大家决定冒这个险 李细心的将剪刀上的橡胶磨光 再用修正液涂抹在金属罐内部 确认其风干后放入干净的剪刀 一丝不苟的做法让评维组非常满意 杰弗看过其他刀匠做金属罐 亲自动手则是第二次 他的罐子放入断链流后 冒出大量火花 这是钢坟通过气孔充分燃烧 好将里面的残渣烧干净 爱许把一张纸放进金属罐里 优点是 仍在修正液和剪刀之间再来一层隔离 缺点是 如果纸巾没能烧光 就会留下碎屑和炉扎在里面 极度影响钢坯结构 一小时后 众人的金属罐断结完成 到了最毁人心态的玻璃环节 特纳是唯一没有用修正液的人 所以他的心态被毁得最厉害 拆除外面这层软钢 简直是场灾难 李这边心思非常火落 眼见里面钢坯断结成功 直接开始塑形 难搞的金属罐外壳一直磨掉就好 相比之下 小江爱许就要轻松许多 钢坯一上冲床 金属罐就自动脱落 看来纸巾大法奏效了 乐哥表示真神奇 而比他多出几十年经验的杰夫 还在挣扎着 要让钢坯和金属罐脱离 角膜击下火星四溅 金属罐纹丝不动 一股深深挫败感涌上心头 裁判看他状态不好 急忙加入大气 你别说 咱们评委组确实人情味十足 纠结一番后 乔夫决定采取与李同样的做法 先塑形再打磨 耸笔干耗着枪 度过这一关后 剩下的要顺利不少 两口尺寸可以刀刃刻出锯齿 要注意 锯齿和锯齿不同 锯齿只是在刀刃上 做出了齿状缺口即可 而锯齿是每一个齿上都有刃口 所以这刀工序很浪费时间 特纳决定第二回合再渗入打磨 希望他能成功进入下一回合吧 艾许用错刀抹出了坚持 但看起来太小了 大帅也不认为他们能顶得住测试 紧跟着来到关键的热处理环节 艾许的刀有明显的翘取 赶紧进行二次翠火 结果还是不好 再来一次 三次翠火还是不行 继续加热 第四次依然翘取 评委组都要疯了 第五次过后 倒计时响起 其他选手都已经完工 没时间让他继续下去了 只能放下手中工作 接受检验 里的海盗多噩刀 无论是刚才还是造型都很不错 锯齿也绝对符合标准 唯一的问题是刀根太小 无法形成足够的支撑力 杰弗的精一剁刀 翘取很严重 不过刀身很厚 还可以调整 艾许的库尔克直刀 经历了六次翠火 大帅很担心七 刀身结构 还有就是锯齿太小 小修正 特纳的维京萨克逊瓦刀 没有明显的刀尖和刀根 锯齿需要研磨 形成连续刃口 审查过后 评委组做出决定 本回合的淘汰人选是 特纳 四把刀中 它的完成度最低 没有与其他刀 一较高下的资格 很遗憾 三位精神刀将 晋级第二回合 该把刀刃附上刀柄 使它变成一把完善的武器了 要求一定要有地形护手 还可以利用多余的时间 修正缺陷 限时三个小时 几时开始 杰弗的用料过剩 必须打磨掉多余钢材 并拉执刀身 里的刀根太小 拯救方法是在后面加上脚铁 艾许没有第一时间对刀片下手 他选择全力制作刀柄与护手 一小时转瞬即逝 杰弗修正完刀身后 开始在刀身上缠绕 巨四幅以细带 这种材料非常仿腐实 具有极佳的柔韧性 压缩回强性 和优良的抗弩 冷流特征 且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 与环境竖指配合 用在刀柄上 可以加强坚韧度 艾许做好全包裹式刀柄后 开始着手制作地形护手 本就不好素养的黄童 又因为用力过度 折成两半 留给艾许的时间不多了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选手们手中的刀具 逐渐成型 十秒刀计时 紧跟着响起 回合结束 欢迎来到大帅操刀强度的测试 他会用刀 砍击巨大的冰块 看他们能不能扛得住 艾许先来 手握科尔克执刀 奋力挥击 冰块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损毁 刀子扛住了压力 但没完全扛住 末端的环境竖指 在巨大的压力下分开了 杰弗的剁刀 解锐其后 相同力度挥砍 给冰块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挥起来非常舒服 干得漂亮 里的海盗剁刀最后登场 是三把刀中威力最大的那把 冰块被砍得不成样子 但刀身也因为受力过猛 产生弯曲 护手过小 还会撞到关节 接下来老白进行风力度测试 锯齿部分割绳子 刀刃部分砍天瓜 还是爱许先来 割断麻绳只须一下 天瓜也被一分为二 足够锋利 杰弗第二个上 老白费了好大劲才剧断绳子 天瓜倒是没什么阻碍 仔细一瞧才发现 这不是锯齿 而是没有刀刃的锐齿 最后里的海盗剁刀表现惊艳 丝毫不比乔许的差 受到了老白的极度好评 两轮测试完结 评委组做出最后决定 被淘汰的刀将士杰弗 忽视规则的行为是无法原谅的 恭喜乔许和李挺进决赛 他们将复刻历史上 很是著名的武器 有着超过百年历史的 尼日利亚飞刀 由中飞曼达拉山的刀将铸造 通常是两英寸长 双刀刃 整体造型近似字母F 是致命范围高达60英寸的投制武器 选手复刻的飞刀 要求符合以下规定 上下弧间的结合处 要有一根击爪钉 上弧刀刃两边都要保持锋利 五天时间回家锻造 计时开始 李设计的飞刀以蛇为主题 因为它看起来就很像蛇 刚才选用大马士革钢缆 看起来就火力十足 艾许的计划是走一步算一步 先从加热钢板并塑形开始 李用时两天完成锻钢 第三天给刀身进行热处理 脆火结果非常不错 该做舌头刀饼了 艾许也于这天进行脆火 在家中母鸡的注视下 将红火的刀刃放进脆火槽 这次依然没有成功 受力最多的部位非常薄弱 艾许只能重来一次 希望能够完成任务 相比之下 李胜渔的工作完全可以悠哉悠哉的完成 两天时间做刀饼 简直不要太轻松 五天时间过去 两位选手带着飞刀回到赛场 首先接受乐哥最喜爱的杀戮测试 他会使用飞刀猛烈攻击公羊 艾许先来 连续几次精准且有力的攻击 每一刀都会穿透肉体 最后两下劈砍直接将公羊腰斩 抓握舒适 挥砍轻松 刀刃与刀尖都足够锋利 绝对足够致命 李的作品紧跟着上场 但看刀尖绝对不弱于艾许的飞刀 抓握方面也奇谷相当 刀刃处稍显弱势 但也能砍断公羊 测试通过 接下来大帅进行强度测试 他要拿飞刀以不同角度攻击盾牌 依旧是艾许打头阵 潜用力的挥击之下 盾牌被飞刀攻击得摇摇欲坠 但最后一下挥出 却是飞刀自己没能挺住 从中间断开 纵使这样大帅还是给予了好评 非常棒的一把武器 可惜了 不过这并不代表艾许就被淘汰了 他的作品扛住了九次猛攻 如果李能超越他就能夺冠 反正冠军头衔落在了艾许头上 测试开始 一下 紧一下飞刀就断了 那么本级一千锤百量的冠军出炉 18岁的艾许 以八刀之差碾压对手 成为最年轻的冠军之一 让我们恭喜这位年轻的刀将 以上就是断刀大赛第五季第十九集的内容 往期节目也曾出现过非洲武器 也是飞刀 看来那里的人都比较喜欢投授武器 尼日利亚飞刀和钢果飞刀属于同一种武器 这种飞刀在非洲大陆上非常流行 许多黑人部落勇士都使用这种武器 一般而言草原地区的飞刀较长一些 森林地带的飞刀则较短一些 各部落的飞刀形质也大不相同 他们使用这种飞刀 远距离狩猎或攻击敌人 其有效射程在30米之内 因为飞刀全体为金属质 在缺少钢铁的非洲部落里 也可以当作货币使用 一些黄铜质地的飞刀 还是部落贵族权威的象征 拿刀换老婆 可不是说说而已哦 好了 今天解说的道理吧 我们下期再见